那么科学家发现了什么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结构 就是BNA 他发现我们的细胞 我们的细胞中 以前我们最早的人类以为细胞就是最小的 人体细胞就是最小的 细胞组成了肝脏 组成了肺脏 肝细胞生成肝脏 然后新细胞生成心脏 肺细胞生成肺脏 所以以为细胞最小 结果是后来分析发现细胞不是最小的单位 细胞中还有股脂 是什么呢 所以他们发现了这个 然后他发现了这个以后 然后再展开以后 他又发现了这个 那么这最后发现的东西叫DNA DNA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是什么 是所有生命的密码 也就是你的身体健康是由他决定的 身体不健康也是由这个密码决定的 你事业顺利是由他决定的 事业不顺利也是由他决定的 所以这个DNA的密码的编程 就像今天你的软件程序的编排 他决定了后面的机器的自动操作 也就是当你的人身往后走的时候 自动展现的时候 通通是你的DNA在发生的一个作用 你的身体的健康逃不过DNA的编码 他编到一个程序上 你多大岁数会有一个什么病出来 他都在那个密码中给你编成 有一些还有家族病 就是整个家族到时候都会发生这个病 这个叫遗传基因 遗传基因 那么当基因发现了以后 我们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们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这个基因居然跟我们的异的体系一目不两样 所以我们在欧洲的科学家在讨论的时候 就在讨论这个基因的时候 我们曾向他请教了一些东西 就是说他们在DNA的这个编条中发现 DNA是由一个叫双叶的组成的 我不是来讲DNA 我们是借着他在讲一些特殊的生命实相 所以大家要从这去体悟一些东西 那么它的双叶 就是说在组成DNA的密码的过程中的双叶 一个是假如是向这个方向走的话 这个链条一定会向盗版的方向走 所以它就像拧麻花一样 一个这么拧 一个就好 另外有那样的用 所以刚好是一个什么 旋 旋 旋 然后下一次是什么 要往盗版的方向走 所以它有一个又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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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中它发现了四个简机 四个简机 所以是A T C G 四个简机 四个简机中间会发生一个东西 就是说它进行连接的时候 会发生有一种固质 这种固质叫清 所以它向钢机的简单 所以科学家叫它清简 清简 是物质的 目前就是欧洲的科学家在基因的学问中发现了一种 它发现了之后 它有一些问题它不能回答 第一 为什么双链必须是向相反的方向旋转 为什么一个链条向下走的时候 另外一个链条一定要向上走 所以我们在德国跟基因科学家进行研讨的时候 求教育它 他们说还不能 简机配个也就是说 它是四个简机 四个简机的话 它用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来命名的时候 一个就要称为A的 一个是T 一个是C 一个是G 这是四个简机 那么这四个简机就是 A指跟T C指跟G配对 在配对的过程中 它才能形成清简 所以A跟G不联合 不能形成清简 不能产生物质 所以问它为什么 为什么是链条它不懂 然后 为什么是配对它不懂 然后还有说 那么在A跟T中间 除了清简的这种透明物质之外 还有没有东西 因为我们通常说 如果A是阴 T是阳的话 阴阳在一块放电 阴弯应该还有光 还有光在中间 找到光子才对啊 但是科学家之后又回答说 没有东西 只有透明的物质 只有透明的物质 然后后来我们也是找不到它的答案 那么后来我们就回到中国 跟中国的艺学研究中间能跑掉 它说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中国把四个简极称为四相 你这样去看它叫四相 所以当你叫四相是什么 就是你们知道 你们学过一点数数学的 所以它就叫阴阳生什么 四相 四相什么 生八卦病乾坤 然后万物生烟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者这个思想 不是人类规定的一个思想 所以它的科学性 今天居然被欧美的科学家的科学实验完全的证明了 那么所谓的阴阳四相八卦 它说四个简极就是四相 那你可以把它套入四相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A可以用阳老阳 E可以用老阴 这个用少阳 这个用少阴来描述 所以这个时候阴阴阳没得到 所以阳跟阴是吧 来一遍 然后阳跟阴是吧 来一遍 来变了 它自然就是吧 生成光 生成光就像我们发现焊条 你们应该看到两个铁连接不了 连接电焊 一用光 一哨 把他焊上 焊上的时候 刚刚焊上的时候 那个铁是什么 液体的 是液体的 不是固体的 再说冷却 还变成固体的了 你们看过人家烧焊 都知道 刚刚焊上是液体的 透明的 透明的 因为有火在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 原来古代的阴阳四相八卦 它解释的是我们的生命力 根本就不是我们理解的 只是人类的一个规念 你这样死去应付 它是古代的 在复习室的时候 已经发现的生命力 那么这个时候 既然是四相 你看 A T 阴跟阳在一块一定会放光 那那个光哪去了 刚才说 会有透明的物的连结 叫轻物质 那个光哪去了 所以是2013年科学家才真正的承认 这个世界 原来存在着四大类物质 我们平常只看到的是其中的一种物质 那这个四大类物质就是什么 就是上堂课给大家提到的 物质 暗物质 反物质 反暗物质 那么我们平常看到的只是物质世界 你看到的所有所有所有的科学给你演出来的 你在电视上看的 你在实验室看的 包括小到DNA 大到宇宙星系 这个都统统处于物质系统 那这个物质系统占了我们宇宙多少的比例呢 所以是科学家说不到五 我们全体给它当成五 也就是说它只占了宇宙的五% 那么这三大类物质 今天科学家只是强调暗物质占了95% 在哪里面吗 那我可以做好吗 这也是科学家